从楼上撑着花伞跳到楼下的司马良,一点都没有受伤,他分波开围上来的那些闲人们,走到门庭前,招来了一辆性黄色的出租车,拉开车门钻进去,身穿紫红浩衣的饭店门备,笨拙地追赶上去,出租车屁股后,喷着黑烟,灵巧地拐出弯道,钻进了大街上的车流。 在大街两边,呈现着爆发户气派,破落户气派,小家子气派的临次致笔的建筑物,娇柔造作地注视下,苟杖权势的渣户中,搔手弄姿的丑态里,突然消失了。 我抬起头来,长舒了一口气,犹如一场大梦初醒。 阳光灿烂,照耀着大兰市醉醺醺醺,懒洋洋,充满着希望,又遍布着陷阱的迷狂城市。 城市的边缘那儿,母亲的七层宝塔,金光闪烁。 母亲有气无力地对我说,儿啊,陪娘,去自教堂吧。 我背着左眼镜村一点光感的母亲,用了整整五个小时,才拐弯抹角的,在冒枪剧团演员宿舍后边,那条被化学染料场泄出来的污水浸紫了的平房里,没有半点威严和庄严,全是简陋与朴素。 教堂门前和小胡同里,找到了重新恢复的教堂。 教堂设在几间古旧的小胡同两侧,摆满了缠着花花绿绿塑料布的自行车。 一个胖头大脸的慈祥老妇坐在门口,好像一个检票员,又好像一个为某种秘密活动望风的忠实坐探。 老妇人对我们友好的点点头,放我们进去。 院子里坐满了人,屋子里更多。 一个苍老的牧师,用含糊的口齿讲经,一缕阳光斜射在高高的讲台上。 阳光中,她那两只干枯的手,像经过特殊处理的标本。 听众有老人,有儿童,占半数以上的是年轻的女人们。 她们都坐在小板凳上,膝盖上平放着展开的圣巾,手里拿着笔,在书上做着记号。 一个和母亲熟识的女长老,找来两个小凳子,安排我们娘俩靠墙根坐下。 我们头上是一株老槐树庞大的罐,槐花盛开,团团促促,犹如锐血,闷香扑鼻,令人窒息。 粗糙的槐树干上,挂着一个破旧的喇叭,扩大着讲经牧师的声音。 喇叭滋啦滋啦的响,不知是老牧师的喘息还是喇叭的喘息,我们静坐听讲。 老牧师嘶哑地说着,我虽然看不到她的脸,但我猜到了,她的嘴角上一定挂着两朵白色的泡沫。 老牧师说着,人们啊,你们要与人为善,哪怕她是你的仇敌,就像主尽岛的那样。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,总要迁回来交给她。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我在重坨之下,不可走开,勿要和驴一同抬开重坨。 人们啊,你们勿贪,就像主教导的那样,不要吃雕,狗头雕,红头雕,小鹰与其类,乌鸦与其类,鸵鸟,野鹰,鱼鹰,鹰,鹰与其类。 浩鸟,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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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与其类,带鸟与蝙蝠。 那些迫切条的,已经受到了惩罚,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不平事,也不要扣出怨言。 即使你饿坏了你的胃,疾病缠你的身,也不要出怨言,你得咬着牙活下去。 人们啊,不可贪图钱财,钱财是老虎,洋虎者必被虎伤。 不可贪恋女色,女人是刮骨的钢刀,贪色者就是用钢刀砍自己的骨。 听经的人,在听完了老牧师的讲经之后,齐声呼号,阿门,许多女人的眼睛潮湿着。 讲经台侧,响起了暗雅的风琴声。 唱经般领唱,听经的人跟着唱声歌,会唱得大声唱,不会唱得跟着哼哼。 讲经结束了,教徒们收拾起圣经,有的站起来打哈欠伸懒腰,有的坐在那儿喃喃低语。 一个留着大分头,满脸粉刺的小伙子,嘴里叼着烟卷,一只脚踩着小凳子,弯着腰,用一张十元免值的人民币擦拭着皮鞋上的尘土。 一个形同乞丐的老头,正正的盯着小伙子的手。 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妇,把圣经装进丝线纺织成的精致书包,同时看了看,估在白偶般胳膊上的小金表。 他长发披肩,口唇心红,手指上套着光芒四射的钻记。 一个肩膀宽厚,面向憨普的空军少校,把一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折成了长简药,塞到绿色的捐献箱里。 墙上用粉笔写着四个大字,以马内力。 一个满面愁苦的老太太,坐在墙根的半块砖头上,解开蓝布包袱,拿出一摞草纸样的煎饼,擦擦拉拉的咀嚼。 从冒枪剧团的练工房里,传来女演员吊嗓子的声音。 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用尿撕着一个蚂蚁窝。 汤浇以学,蚂蚁们大难临头。 一个中年妇女训斥着小男孩,扬言要割掉她的小鸡巴。 小男孩麻木不仁地仰脸望着那个中年妇女。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,勾搂着腰,拖着两条僵硬的腿,对着一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女人走过去。 那女人额头上贴着一块肮脏的纱布,头发上粘着一些发亮的血鸽蚱。 一个腿上升窗的老头,裸露着双腿,坐在一条破麻袋上。 成群的绿头苍蝇,眷恋着她的流浓螳蚱的双腿。 一只啄木鸟蹲在她突出的膝盖上,快速地啄着她的窗口,并从里边叼出一些白色的细虫。 她眯缝着眼,望着太阳,嘴唇抖动着,仿佛在念着神秘的咒语。 教堂后边的大街上,传来高音喇叭的巨大轰鸣,里面在说着,要享父,少生孩子多灾树,一对夫妻一个孩,生二胎要结渣,提倡女渣,谁敢不结渣,罚款五千八。 这是计划生育宣传车,耀武扬威地开过去了。 酒厂的秧歌队来了,锣鼓喧天,八十个穿黄衣扎黄头巾的小伙子,八十个穿红绸衫的大姑娘,一起扭动,腾起滚滚尘土,越过教堂的房间。 这支秧歌队,几年里走遍了大兰市的每个角落,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用酒液浸泡的湿漉漉的,他们嘴里都喷吐着酒气,他们扭的是醉秧歌,看似东倒西歪,实则法度森严。 他们打的是醉鼓,男鼓手们伪装着古代豪杰的彪悍,人们总认为古人仗义舒财,誓死如龟,酒量如海,眉心眉甘,其实也未必,很可能并不是这样。 教堂院子里的人,有的被街上的锣鼓声吸引,仰望着超越屋脊的红尘,有的却低头沉思,有的神色沉静,有的目光呆滞。 房脊上那个红袖斑斑的铁十字架,在尘土中时隐时显,宛若耶稣神秘的脸。 一个披麻带笑的中年妇女,嚎哭着走进院子,她的眼睛肿成水泡,只剩下两条黑色的缝,她的哭声悠扬,很像凄凉的日本歌谣。 她手托着一根碧绿的柳木棍子,肥大的笑衣上沾满鼻涕、口水和泥土,一条精瘦的瘦狗,窃窃地跟在她的身后,紧紧地缩着尾巴。 她跪扑在耶稣的头上扎着金冠的辉煌画像前,大声地哭诉着,主啊,阿娘死了,你保佑她上天堂,不要让她下地狱啊。 耶稣悲悯地注视着她,她额头上渗出的鲜血像珍珠一样滚落下来。 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在门口往院子里张望着,好像是有所顾忌,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,便羞羞答答地进了院。 那个用人民币擦皮鞋的小伙子猛地跳起,灰色的脸上挂着一层亮晶晶的汗珠,看样子她想夺路而逃。 但三个警察已经呈扇面包抄过来,挡住了她的出路,她转身对着教堂的砖墙冲去,在墙前,她的身体腾跳起来,她的手把住了伸着瘦弱青草的墙头,她的脚尖在滑溜溜的墙壁上踢等着。 警察们鹰一样扑上,扯住小伙子的腿,把她拉下来按在地上,闪光的手铐锁住了她的手腕。 警察把她拖起来,架着她往外走,她半边脸上沾满泥土,牙缝里,渗出血丝。 她悲凉地说,上帝,救救我吧。 一个背着保温箱的小男孩溜进院子,用稚嫩的嗓音呼喊着,冰棍,冰棍,奶油冰棍。 小男孩伸着一颗圆溜溜的大脑袋,两身招风耳朵,额头上布满皱纹。 漆黑的大眼睛里,留意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绝望的光芒。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,最新章节,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那个小男孩撕着两颗长长的白门牙,像家兔一样,沉重的保温箱,勒得她细长的脖颈显得更长。 她穿着一件破烂的背心,根根肋骨凸现出来。 她穿着一条大裤头,更显得两条腿细如马杆。 她的小腿上,生着一些化了浓的小窗。 她穿着一双号码很大的旧胶鞋,走起来扑哧扑哧响。 教徒们没人买她的冰棍,小男孩失望地走了。 望着男孩苦难的背影,我心中一阵酸痛。 但可惜,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。 男孩响亮的唱歌一样的呼喊声,在教堂外边的小巷里响起。 她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悲伤。 母亲双手扶着膝盖,端坐在小凳子上。 她闭着眼睛,好像睡着了。 一丝风也没有,满树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来。 好像那些花瓣原先是被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, 此刻却切断了电源,纷纷扬扬,香气弥漫, 晴空万里槐花雪落在了母亲的头发上。 脖子上,耳轮上也都落满,还落在她的手上,肩膀上, 她面前的绿色土地上。 这时,那个刚刚讲完经的老牧师步履蹒跚地走出教堂。 她手扶着门框,迷茫地看着槐花其落的情景。 她生着砖红色的乱发,瓦蓝的眼睛,通红的大鼻子, 粗疏的黄胡子,嘴巴里镶着拔尺一样的铁牙。 我惊悚地站起来,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父亲。 有一个老太太挪动着小脚跑过来,为我们双方做着介绍。 这位是马牧师,是我们老马牧师的长子, 他是专程从兰州回来主持教务的。 这位是上官金童,是我们老教友上官鲁氏的儿子。 其实,这老太太的介绍纯属多余, 因为在她还没有爆出我们的名字之前, 上帝便起悟了我们的心智, 使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出身。 这个马路亚牧师和回族女人生出来的人, 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, 用她的生着浓重汗毛的通红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。 泪花在她的蓝眼睛里滚动着, 她说, 兄弟, 我一直在等你。 大清朝光绪二十六年, 是公元一九零零年。 一个秋天, 大雾弥漫的早晨, 德国军队在高密县之势纪贵芬的引领下, 包围了高密东北乡最西南边的沙窝村。 这一天, 我母亲上官鲁氏刚满六个月, 她还不会走, 但能爬了, 她的乳名叫玄。 外祖父卢武乱子是个精通武术, 走起路来轻悄悄的年轻人。 他凌晨起来, 在雾蒙蒙的院子里练了一通拳脚, 便挑起那两只在当时很宝贵的洋铁皮水桶, 去村子南投内掩甜水井里挑水, 便当钩子摩擦着水桶的铁皮子, 发出清脆悦耳的吱吱吱声响。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活动, 有石狗屎的, 有车水浇白菜的, 也有挑着瓦罐和木桶去挑水的。 从杜谢源家练武厂那儿传来黑哈黑哈对打的声音, 杜谢源是个无举人, 身长面白, 却娶了个黑脸麻子女人。 传说, 杜谢源中举后有羞曲的念头, 但夜间梦到一只羽毛斑斓的大鸟, 将一只翅膀覆盖在自己身上, 醒来发现黑麻子女人的一条胳膊压在自己的胸口。 他心中明白了, 这是神奇呀, 自己的老婆虽然相貌丑, 但却是凤凰转世, 于是便打消了羞气的念头。 杜谢源武功超群, 能站在光定马背上, 飘满满两桶水, 打马飞驰, 水不外溅, 到了地头, 飘水桶从马背上轻飘飘落下, 无声无漆, 身体比棉花还轻, 面不改色, 心不跳, 桶里的水满满的, 一滴也没有溅出, 吓得那个站在锄杠上前来, 所谓藏有的, 其实是寻寺的小子, 鼠窜而去。 外祖父到了甜水井边, 突然嗅到井里溢上了一股清香, 这口井直通东海, 无论多汗的念头也没干过, 井里常有金色的大鱼出现, 都说是神鱼。 关于这井, 有很多传说, 井水齐田, 全村人都喝着井里的水, 人们爱护着水井, 就像爱护眼睛一样。 闻到香味的外祖父, 往井里探头一看, 看到井里盛开了一朵, 像碗口那么大的白莲花, 莲花瓣是半透明的, 好像玛瑙雕琢而成, 花瓣中有一点红, 红的好像燃烧的火。 他心中惊异, 慌芒退后, 生怕打扰了这神奇美丽的莲花。 他挑着空桶往回走, 碰上了杜谢园家的长工杜梨, 杜梨睡眼惺忪, 打着长长的哈欠说, 乌乱子, 骑这么早? 外祖父拦住杜梨说, 兄弟, 别去了。 怎么了? 井里有白莲, 甭说白莲, 有红莲我也得挑水啊, 要不掌柜的能愿意啊。 杜梨担着沉重的木桶, 摇摇晃晃往井边走, 父亲赶上去说, 真的有白莲。 乌乱子, 大清早的你中什么血了? 我亲眼看到的比碗口还大, 比锅盖还大, 我也得挑水是吧? 杜梨走到井边, 往井里一探头, 回头望了一眼外祖父说, 哼, 有你娘的。 他一语未了, 就歪倒在了井台上, 外祖父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响, 他看到血从肚里的胸脯上涌出来, 一群戴着方点帽子, 个头高高, 双腿细长的德国兵, 正从吊桥那边拥过来, 大头的是一个小便盘在脖子上的中国人, 他手里举着一把手枪, 外祖父看清楚了, 那是德国鬼子来了。 德国人修建交集铁路, 破坏了高米东北乡的风水, 为此, 上官斗和司马大牙与他们进行过史妙战, 战斗以高米东北乡人的惨败而告终, 上官斗赤脚走烧红的铁凹子时的惨叫声, 还有那股令人作呕的烧焦皮肉的味道, 外祖父他们难以忘怀, 他们从失败中明白, 德国人并不是双腿不会打弯, 没有膝盖的木偶, 也不是沾了人的粪尿就要呕吐致死的洁净鬼。 沙窝子村的人与德国人有仇, 有一个驻路工程师在沙窝子集上摸了于宝他大姐的奶子, 激起众怒, 被沙窝子村民打死, 他们知道德国人不会罢休, 大兰镇始尿战的时候, 沙窝村的红枪会曾去支援, 外祖父是红枪会的武长, 杜谢源是红枪队的队长, 他们习武练兵, 铸枪造炮, 修土围子挖壕沟, 严阵以待。 几个月没动静, 人们渐渐懈怠, 但现在, 他们既焦急等待又生怕发生的事情, 还是发生了。 德国兵爬上围墙, 打开大门, 放下吊桥, 一拥而尽。 不相信井里有白莲花的杜黎, 成了那天被打死的第一个人, 随后被打死的沙窝村民, 还有494人。 卢武乱子一抬头, 就看到德国兵向一群大鹤冲了过来, 他们手里的后堂快枪, 噼噼啪啪的喷吐着火焰, 枪子嗖嗖的飞着, 浓雾还没有散尽, 德国人的身体被雾分割着, 隐隐约约不知道有多少个。 外祖父大声喊叫着, 向乡亲们报警, 德国人的枪声已经报警, 外祖父舍不得这对用四斗麦子换来的, 雪花铁皮水桶飘着跑, 水桶大幅度摆动, 支扭扭乱叫, 德国人的枪弹把后边那只水桶打了一个洞眼, 街上的人胡乱奔跑着, 陈瞎子拖着一根木棍, 毛毛愣愣的他撞到了德国兵队中, 大声问, 鬼子在哪儿, 鬼子在哪儿? 德国兵把枪口触到他后脑勺子上, 搂了火, 他拖着木棍倒在地上, 半个头被打飞了, 百姓们都关了门, 抄起家事, 红枪队队长杜谢元来不及召集队伍, 只能把十几个家丁和长弓集合起来, 用枣木杠子顶上大门, 他的麻脸老婆也是会架子, 毯着怀, 当浪着丝瓜奶子, 提着一根铁棒锤, 跟在他的丈夫后头跑来跑去, 外祖父跑回家, 把大门拴上, 外婆抱着鲁玄, 也就是我的母亲, 在炕上发抖, 外婆姚氏是沙窝村最美丽的小媳妇, 小脚一双, 尖尖四笋, 顶多三寸长, 杜谢元曾经对我的外祖父卢舞乱子说, 舞乱子舞乱子, 我堂堂无举人, 却娶了个大脚麻婆, 你小子憨憨一个, 却夜夜伴着三寸精脸美娇娘, 我的外婆姚氏风乳肥臀, 因为脚小行动不便, 整天待在家里, 不见阳光, 脸如粉团一样白, 现在却吓黄了, 这个少妇胆战心惊地问着, 怎么办? 卢武乱子从锅底下抹了一把灰, 抹在姚氏脸上, 农家住房简陋, 无法躲藏, 卢武乱子这条好汉, 用宽带子竖了腰, 喝了一瓶酒撞胆气, 然后从门后推出白蜡盖红银枪, 跳到院子里, 躲在大门后, 杜县员踩着木梯子爬上了平顶的大骨仓, 在他的身后, 两个长弓拖着一门沉重的土炮, 横吃横吃地跟了上来, 他看到, 在雾霉散尽的街道上, 惊慌失措的百姓, 像炸了群的羊, 来回奔跑着。